那本院剛才在下午三點的時候已經宣判 他判決主文是馬英九無罪 那主要的真點 各位第一個要先確定的大概是 黃世民先生在8月31號以及9月1號 所拿來的專業所謂的專案報告一跟二 他到底有沒有所謂的差距 那本院的法官認為 只有差異性只有在兩通的通連 就是102年7月15號 那一通是跟上午10點39分 跟蔡士奇律師 以及一通跟曾永夫先生在下午的17時13分 這兩通電話 唯一兩份報告的差異唯一就是這個 而且是所謂的因保守的秘密的差異 也就只有這個 馬英九先生前一陣子被起訴 裡面常常各位常常聽到的那句話 就是已經洩漏的秘密不為秘密 這樣子的一個觀念 那所以他認為就是說如果8月31號 黃世民先生已經洩密給所謂的馬英九先生 那就沒有所謂的9月1號再拿出專案報告2 再叫說洩密的問題 簡單的邏輯大概是這個樣子 所以首先本院先確定一定事情就是 專案報告1跟2到底有沒有什麼差異 這是第一點要跟各位說明的 那所以如果認為就是說 兩個都是相同的內容的時候 對於被告而研究極非秘密 這種被告有命他這個 黃世民先生答覆所謂若干疑問的時候 就沒有所謂叫說黃世民再次洩密的可言 依照來我們這裡作證的林友正先生 那以及黃世民先生的證詞 他認為說被告的答辯說 9月1號凌晨的時候 他沒有親自跟黃世民先生 通電話這件事情認為是可採的 所以基本上就認為就是說 那個就是9月1號的凌晨 講電話的不是馬英九先生本人 所以也就沒有我們講的 有沒有特別再去問黃世民先生說 哪一些人是有通聯 但是沒有監禁記錄的 所以這一個事情 是沒有辦法用證據來證明的 那所以從這兩個觀點來看 就會變成就是說 智數人拿出來的只有通聯 紀錄88秒的這樣子的一個內容 並沒有辦法證明說 講的內容到底實際上到底是講什麼 並沒有智數人所講的 有特別叫黃世民特別去準備 準備所謂的各方通話內容 新增的那兩通電話 那第二個就是智數譯指裡頭 還有認為就是說有加重毀放的部分 那本院首先是認為 依照這個大法官四次五零九號 應該採取所謂真實惡意的原則 所以馬英九先生在記者會後 所謂的聲明提起所謂 前立法院長王晉平先生 那為智數人官說司法案件已結 是屬於一個善意 而且可受公平的事項 認為是提出一個所謂合理的評論 所談論的事件是屬於涉及重大的公益性 那為了貫徹憲法對於這個 政治性的言論的高度保障 那確保言論自由 享有最大活動空間的意志 那橫平雙方的關係 以及身份 他認為說上開的談話是基於善意 那對於可受公平的事為 適當的評論 所以就認為說 依照警法311條第三款 那不應該該當於所謂的加重毀放罪